因为这个节目关系我去 审视了我的这前女友的一些历史 我发觉除了我这一位老婆以外 前面十几个 我都是他们的倒数第二任的男朋友 对我不知道是有修过还是怎样 就是每次一个跟我分手以后 隔几天我就听从朋友那边 或从其他因为我们都不会再联络了嘛 就听到说他已经交了一个 然后或者说不久以后说 他结婚了你要 他有请你去他的这个喜宴吗这样 所以我发觉我是后面 前面十个的每个倒数的第二个男朋友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样也不错 能够牺牲自己带给他们幸福 照亮别人 这样我觉得也是很好很好 甚至有一任更特殊的是 那是我的第一任 前几任女朋友 然后到后面 因为久没联络了 后来分开以后他发现说 跟我朋友一会儿就喜欢上同性 而且他跟黄县也已经有 在一起很久甚至要去公正 要去做一些结婚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说其实也不错 因为我让他们都认识他们的 认识他们目前的成本 所以我觉得是在造福大家 那也是不错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出现 是跟你伤害太深 发现事业太美好 还是因为觉得说我太烂了 其他人看来都是好的 对不对 有可能这样 但是至少是我是祝福他们的 他们过得都很好都不错 OK 你还有一个前任的女朋友 他后来是跟你的朋友在一起 对我觉得其他这些前任 但我都觉得说或多或少有些欺贱 但是这一个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行 因为前任有分很多种 但这种真的是最毒的 大家没有遇过就是说 本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好 你就很热心把他介绍你 所有哥们认识 结果一分手以后想说 大家朋友们出来喝酒 不行今天跟我新任女朋友 你新交女朋友恭喜恭喜 结果没想到隔几天就看到 他新交的女朋友就是我当时 分手的那位前任女朋友 那一开始我就觉得说 那可能是一个刚好 或是一个特殊的状况 可能他们两个就真的遇到 我想好啦 人一下 结果听完不久 一个多月以后他们两个分手 我说好 看吧 你看这对男女就是活不久 对不对 结果还没讲完多久 他又跟我爹一个 另外一个朋友 对又在一起了 他说不能吃我鞭炒 这太可怕了 而且之前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 跟他跟A跟B是完全没有任何交集 是因为我才认识A跟B 那可能这两位也是 可能是黄金单身 所以他想说 与其在外面找 还不如就窝边炒 对对对对 与其外面找不如窝边炒这样 然后就一个完以后 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子 甚至到最后 那你的兄弟也都知道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兄弟 到底在干嘛的 就是这也是一个 还是兄弟的一个状况 最后最好玩的是 他最近要结婚了 然后其中B就跟我讲 那你要去吗 因为他们也分手了 他说你要去我说不要吧 去干嘛 他说可是他有一桌是前男友桌 我们三个应该 他说那我们三个应该同一桌 他说对对对 而且我是桌长 因为我是介绍他家人 我说我会去那边才有鬼 所以遇到这种钱人的话 你说会不会气呢 当然会气得要命 所以还是不见好 好 好